哈喽大家好,我是Amyna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东西是关于EPF跟CPF OK,相信大家最近也是有看到新闻 就是55岁如果你在退休的时候没有办法拿钱 还是政府从Account1、Account2在增设一个Account3的情况下 到底它是会怎样影响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要探讨的东西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EPF跟CPF怎样影响我们的退休生活 那第二个就是有人问我关于PERX到底会不会亏钱 所以让我们今天来一起探讨这些题目 一起来学一学新的东西啦,Let's go! 第一点,让我们来一起了解 EPF和CPF有什么不一样 EPF最主要就是分成两个户口 分别为Account1和Account2 Account1就是专注在退休用处的户口 Account2则是有条件性的现金流户口 你可以依据政府提供可允许提款的条件来向政府申请 那是因为政府的用意就是了解人民在不同的阶段 需要不同的现金流预测 而Account1唯一可以支出的用处就是分散投资你的 退休基金 核心就是以长线投资在市场 用价值投资来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率 去有效的增值我们的退休基金 那CPF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分别就是退休前还有退休后的规划 该户口里面包括OA、SAMA还有退休之后真实的RA OA也称之为普通账户可以用于投资高等教育和居住的房子 剩下的就可以用于退休 第二个SA户口也称之为特别账户最主要就是用于退休 并可以用于投资直到某一个时刻 第三MA也称为医疗储蓄户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住院费用 第四RA也称为退休账户从55岁开始 普通账户和特殊账户的和平就会成为RA 如果我们以退休方向为标准的话 马来西亚的EPF相对之下比较简单和直接 退休就是Account1 想要用钱如果符合资格就申请Account2 就是给会员自己选择自己喜欢想要的 而CPF呢比较细致和详细 会确保分散在不同的户口 比如说买房、医疗等都是不一样的户口 如果没有自治能力都好 55岁退休开始政府就会每月固定发放退休基金 就像Bension Fund一样 第二点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EPF和CPF投资回报率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个是近10年来马来西亚EPF所派出的利息 那大家都不好奇为什么一定是4-6%吗? 关键就是在EPF如何分配他们的投资组合 首先你可以看到第一个Equity占据了42% Equity其实就是将我们的退休基金投资在 Top30的大型蓝筹股去进行价值投资 然后都是看长期的投资回报率 所以平均的Interest Rate大概就是Average的8-10% 而其他的Fixed Income Money Market就是投资在固定保本的投资工具 利息就是像市面上的行情一样2-4%左右 而最后的Real Estate and Infrastructure就是投资在新的建设上 那投资回报率呢会是相对之下比较高的 但是高风险就是高回报 所以Allocation并没有太高 所以EPF采取的投资组合其实就是Mixed Asset Allocation 就是一半投资在高回报的优质栏筹股 而另一半则是放在安全比较平稳的回报率的资产 所以加起来Average大概是4-6% 这就是后来EPF推出了EPF MIS Scheme 就是让你可以选择如何去增加你的退休基金 如果想要申请EPF MIS Scheme 你可以找AB了解一下30分钟就可以了 那用一个合法和正确的方式来增加你的退休基金 CPF户口 目前新加坡政府保证他们的户口OA有2.5% 而SAMARA最少有10% 如果你的OA在退休前已经超越了他们规定的数额 一部分的钱还可以享有额外的1%年利率 你多存就会夺得 由于OA你的年利率相比之下只有2.5% 所以在这个时候CPF Investment Scheme就派得上用场 首先CPF Investment Scheme就是 是允许你将公积金普通户口OA 储蓄投资于各种金融产品 比如说保险产品、基金、定期存款、债券或者是股票 CPF投资计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你提供一种选择 通过赚取比CPF OA的2.5%年利率更高的回报 来增加你的退休基金 如果是EPF卖向CPF第一个 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就是 Employee跟Employer Contribution的那个部分 如果以大马马来西亚的情况 就是目前我们的会员就是一定要给11%每个月薪水一来 就是扣11%直接进入EPF去做储蓄 然后过后我们的户主就是我们老板呢 每个月是需要给13%的 如果薪水是BELOW 5000块的话是13% 如果预复5000块的时候的情况 他们是需要给一个12% 所以从这情况我们存的大概就是一个24%还是23% 如果比较到CPF的情况之下 他们55岁以下 会员呢一定是要存20%从他们的薪水哦 然后17%是他们的那个户主 就是他们的老板会更加给 总共是37% That's the reason就是EPF没有分到很三 它就是两个户口罢了 Account1就是给你拿来做退休的 Account2就是拿来给你做Additional Cashflow 如果万一你有什么需求你符合条件的话 你就可以去申请 比如说你买物资啊 Medical啊 PTPTN啊 还是Haji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从这情况如果增设了第三个户口的话 相信啦还是需要更多的耳朵 不然哦只是说同样的contribution part 分散在不同户口的情况之下 就是意思说如果我们要申请一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们拿到的钱会更少而已 所以真正要帮助到人灵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增加那个contribution part 第一哦我就认为咯如果是厄利呢 就是会员的情况之下 穷的人只会更穷咯 有钱的人maybe只能花少一点 还是存 他的那个情况就是说 他可能没有办法申请更多的钱出来投资 还是去买房产等等这样的东西而已 然后从那个如果是老板的情况 要增加他们的contribution的话 这样就是说他们的成本就成长了 成本成长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东西还是会起价 那东西起价的情况之下 你存在多多费收基金真的有意义吗 就想要问这个东西啦 ok 然后过后我就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 如果你的EPF存55岁到65岁之下 有80%的return growth so 以一个financial consultant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算 我就会按给你们看 如果是以我们的calculator来看 我们就放目前如果我的EPF有100千的情况 我就按100千咯 然后Future value 80%嘛 就是赚80千咯 如果10年的话 所以就放180千 180千当时候我们就看period咯 period就是120个月咯 10年过后嘛 所以我unrate的情况之下 每一个月大概的免利率就是一个5.892 所以make sense 大概就是一个4-6%的return 所以你问我多还是不多还是少不少 只是在那一个caption里面写到很好听 80% 但是大致上还是10-6% sadly better than FD等等 还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他要鼓励你 把你的存...你的钱啦 不是存 sorry 就是存久一点罢 就这样啦咯 所以 总结来讲 如果你问AB 就会告诉你们 其实退休啊 不应该只是单单靠EPF 还是CPF 不管是马来西亚公民还是新加坡公民 一样的 都是不能单靠这些来过退休 那如果你觉得你心血不够 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要去摸索the other pipeline of income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钱 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投资 理财等等 还是你们需要做一些小生意 还是要做一些副业 那如果你们有寻找副业 想要成为unitrust consultant的话 可以BMAB啦 跟AB讲 AB可以跟你们聊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样类型的行业 喜欢分享这样东西去帮助人家的话 这样就可以找我 那 如果你本身什么都不想做的情况之下 非常被动的话 这样我就会跟你讲 就是每一年等着政府官方的消息 例如他说55岁 extend到65岁 你又能怎样 你不能怎样 那如果他今天讲说 你们的退休基金到到老 我会准备一个pension program 给你们去走的情况之下 你能怎样 也只能跟嘛 你就不能做什么 那还有一些 我看到一些comment很可怜的就是 他们就讲说 我的钱收到那么辛苦到最后 如果我走了 那笔钱还不是留给我的下一代 这样我这么努力的去存这些退休基金还这么 那我是想要说 就是 钱啊 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健康也是很重要 indirect就是要告诉我们 一定要在我们老的时候 也要注重我们自己本身的健康 这样的话 我们老了存钱 才能有机会生活理财 自由之在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那BRS为什么会亏钱呢 我会准备在下一个视频里面 因为这个video有一点长 我不想大家太累去看这些东西 然后BRS那情况 我会再去跟大家解释 那如果喜欢自己视频的朋友 可以帮我点击按赞分享 非常努力去produce这些视频给你们 然后希望接下来 大家可以健健康康 拥有一个美好的退休快快乐乐的人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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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